大家好,我是Stan 因为可以看到 爱豆们与平时不一样的一面 以及帅气魅力的传奇动图 深受粉丝们的喜爱 也因为爱豆们的受伤 恶魔剪辑 担心恋爱等问题 同时收到粉丝们 爱和恨的那个节目 偶像运动会 在时隔两年后 即将重新举办了 根据6月20号媒体独家报道 阿育特将在今年中秋季期间 重新举办 这也意味着 自2022年中秋特级以来 时隔两年再次与观众们见面 今年的阿育特 计划在8月处进行录制 目前正在为各种比赛项目 进行邀请工作 而根据多位相关人士透露 今年的偶像运动会 将包括五人制足球 购尔夫球 借力赛等多种比赛项目 偶像运动会重新回归 粉丝们就已经很不喜欢了 结果又出现了 有着破坏环境形象的购尔夫球 而让粉丝们 网友们更加讨厌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因为停播 所以很高兴了呢 可能是因为有很多信任爱斗出道 所以又复活了18 我家爱斗100%会被拉出来的 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我会觉得我家爱斗去当兵 反而是一件好事 购尔夫又是什么鬼啊 真是无语 拜托我家爱斗千万不要出现 我真的怀疑 是不是有喜欢看粉丝们 受苦的高层人士 说实话 这根本和集体相亲没什么区别 让这个彻底腐败的节目复活 只有粉丝们不支持就好了 总是说不喜欢 却还是去现场观看 给他们高收视率 所以我们凭着良心说一下 大家到底喜不喜欢看偶像运动会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勾心斗角的柳巫和杰西卡 因为杰西卡炫耀她的美加 结果柳巫直接打开衣服上的灯来应对 杰西卡像是认可似的点了点头 而柳巫则是满意的笑了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吃吧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艺人视角里的拍摄现场 电视角里的拍摄 1.5ロンボ 2.5ロンボ 3.6ロンボ 4ロンボ 4.7ロンボ 4.3ロンボ 5.7ロンボ 2.1ayo 5.5ロンボ 5.4ロンボ 6.5ロンボ 6.5ロン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